老中医的八大口诀背下来 保你少生病 第一句呢就是 一日三早 长生不老 核桃山中饱 五肾又见脑 第二句 胡萝卜小人参 经常吃长精神 心无事营养好 貌美年少 疾病少 第三句 晨起吃三片姜 如喝人参汤 第四句 宁可食无肉 不可饭无汤 第五句呢 宁可锅中存放 不让肚子保障 吃米带点糠 营养又健康 第六句 早吃好 午吃饱 晚吃巧 若要身体壮 饭菜嚼成姜 第七句 有泪尽情流 疾病不会有 要补食补 不如心补 第八句 人有童心 一世年轻 笑口常开 青春常在 再送你句口诀 一如一道 一世流 三字各话 万千秋 到底说了什么话 一字真言 笑不休 胸闷气短 睡不好觉 又查不出问题来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上了年纪以后 经常会感觉到 胸闷 胸痛 气短 失眠多梦 但是呢 去医院检查 又没有发现任何气质性的病变 经常的反复往医院跑 也查不出问题 得不到解决 心里的压力会很大 胸闷气短 胸痛 失眠多梦的症状 就会更严重 其实呢 这在悉意上会叫做心脏神经观能症 中医认为呢 和情治病有关 只要辩证得当 是完全可以被治好的 当强烈的精神刺激造成了不良因素 超过了你能够调节的范围 就导致气肌的腻乱 气血的失调 之前呢 就有这么一位患者 主要就是胸闷 肠叹气 经常会感觉到心慌 夜里边睡不好觉 睡眠比较浅 早晨起来就很疲惫 能做的检查 基本上都做了 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在网上刷到我以后呢 就来找我问诊 辩证之后 跟着我用中药呢 调理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仅各种症状消失了 感觉精神更加饱满 比起同龄人来都精神了 脑供血不足 按这个血位 每天花上几分钟 气血就通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是经常的感觉浑身乏力 工作的时候还总爱走神 效率也不高 去医院做了检查 既不是高血压 又不是高血脂 什么情况导致的呢 很可能是比这两个情况还要严重的 大脑供血不足 大脑供血不足的人啊 经常就会出现身体这几个表现 浑身没有力气 事物模糊 经常会感到恶心 想吐 呼吸不畅 持续性的失眠 记忆力减退 颈椎的酸痛 身体发麻 面色苍白 精神不集中这些现象 医学上呢 把脑的供血不足分成两种情况 急性的脑供血不足和慢性脑供血不足 急性的脑供血不足往往出现 头晕 头痛 言语无力 肢体麻木这些情况 中风就是急性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 而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呢 在生活中非常多见 除了会有刚刚我说的那些表现以外 同时还可能会出现语言 视觉或者肢体运动的障碍 那怎么才能预防脑供血不足呢 今天就交给大家一个小妙招 可以每天呀 按一按 一封血 一封血呢 具有活血去风 通窍行脑的作用 可以改善大脑供血的状况 通过增加脑的血流量 增加含氧量 消除大脑的疲劳 恢复精力 使人气血充足 神采飞扬 它可以使紧张的情质变得松缓 使肝胆经的淤质得到舒畅 所以它也是松节我们心情的一个重要血 而且呢 这个名称叫一封血 它和封有关 凡是封疾之症 比如说迎风流泪呀 风寒引起的头痛啊 遇到封以后就容易流鼻涕 封湿性的关节炎 封火眼疾等等这些封疾之症 都可以用遗风血按压来改善 遗风血呢 就位于我们耳突前方凹陷的地方 揉的时候呢 可以用大拇指指尖点按住遗风血 按压上两三分钟 早晚呢 各一次或两次 赶紧去试试吧 脑供血不足是怎么样脱成脑梗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经常会有患者呢 出现了四肢麻木 视力的模糊 头晕 想吐 全身乏力 到医院检查 什么也没查出来 找不到原因 排除了颈椎的压迫 心脏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很可能啊 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50岁以上的人群中 有70%人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血液连稠度增高了 血液流速减慢了 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动脉的硬化 血管壁上的斑块的脱落 引起血管的堵塞 也会引起脑局部的供血不足 甚至是梗塞 另外长期的一个姿势造成颈椎的问题 颈椎如果不通的话 对脑供血也是影响 如果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 就会造成大脑的供血中断 脑细胞缺氧坏死就造成了脑梗 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痴呆了 偏瘫了这些后遗症 中医改善脑供血不足 是从两个方面解决的 第一呢 你的供血量原料不足了 那我们就补气血 第二呢 道路不通了 我们叫畅通道路 通经络 所以这两个方向性的这些药物 用上以后呢 整体性的治疗会有不错的临床效果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出现了已经手指麻了 感觉舌根已经发硬了 说话不利落了 腿脚不灵活了 就赶紧马上就医 千万不能脱成脑梗 脑梗不要乱花钱 再加四个黄金康复动作 帮你恢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后呢 出现身体的偏瘫 手脚的麻木 这些症状的朋友呢 今天给你们分享 四个黄金的康复动作 这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拍八虚 八虚的位置 腋下两个 肘两个 扶个钩 两个 窝窝 两个 一共八个位置 去拍打 这样呢 对八个打弯的这个部位呢 进行血液循环的增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肢体不利 我们针对关节的拐弯处 比如肘关节 要进行强化弯曲动作 进行伸展弯曲 这样的动作 第三个呢 要进行大关节的转弯和转脚踝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畅通手臂以及下肢经脉畅通的关键点 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针对着手握举无力的情况呢 要多做抓握的动作 手可以抓握 脚也可以进行抓握 在脚站着地面的时候 用脚的五个指头去抓地姐再放松 这四个动作 你记住了吗 脑梗后 左偏还是右偏 哪一个好得更快 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 你会明白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呢 偏瘫 基本上是左右脑损伤导致的 但也有正中间的 两边都瘫的极少数 通常呢 左脑受损 伤害的是右侧的肢体 而右脑受损呢 左侧的肢体会受陷 从现代医学上来说呢 左脑为优势半球 语言中枢啊 在这边 所以如果右侧偏瘫的患者 大多数情况下会伴有 言语不利啊 甚至失语啊 这样的情况 中医认为呢 左为气 右为血 所以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 伤疾左边呢 是伤疾气 右边的血 那已经有形了 更严重一些 针对不同的偏瘫情况 中医会有完整的康复方案 如果你也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体质和症状 为你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脑梗后这三件事 千万注意 不要再做 有脑梗偏瘫的朋友呢 要注意这个视频 很多脑梗之后的患者啊 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变得非常的焦虑 脾气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他对脑梗呢 也并不了解 如果视频前的你和你的家人 有出现脑梗的情况 下面这三件事 记着不要做 第一呢 过度的治疗并不可取 脑梗恢复 不是使劲的补充营养 就可以改善的 它需要全方面的治疗 你哪缺什么就补什么 哪堵住了就要通这个梗 所以整体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 在配合医生进行正规的治疗 合理的锻炼呀 理性的让身体慢慢的恢复 不可以盲目的过度治疗 第二呢 不要盲目的使用民间的偏方 脑梗的发生呢 不是身体单方面因素的一个原因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案 中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整体治疗 辩证论治 偏方治大病 有的偏方真的很好 但是你看到那个 不一定完全适合你 那就麻烦了 第三 不要自己在网上乱搜乱查 网上的内容啊 有的时候有误导 很多容易加重脑梗患者的心理恐惧 甚至有些患者呢 容易对号入座 越差越紧张 越差越害怕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也浩教授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四十多年 治疗过各种各样的脑梗后遗症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跟我来说一说 我来帮你分析 脑梗后遗症不必惊慌 听我来说 偏瘫 四肢麻木 语言障碍 流口水 这些脑梗后遗症啊 改善和治疗起来并不是那么难 如果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不要错过 从这个视频开始啊 点小红心 说一下你现在的情况 就能够享受到北京专业医生的指导意见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告诉我你在脑梗问题上遇到的困难 我来为你排忧解难 共同击退脑梗后遗症 脑梗患者不要乱吃药 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脑梗的患者呢 不要再到处的乱跑了 我可以帮助大家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事40多年中医临床大夫 不管什么样的脑梗后遗症啊 包括着手脚麻木啊 头晕头痛 言语不清 偏瘫 跨栏手 画圈腿 在临床上我都遇到过 跟着我调理的患者啊 一般说一个疗程 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不管你的脑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治疗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打过针 复发过 中医都是有办法帮助到你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也被脑梗困扰着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制定最适合你的康复方案 脑梗是胃里的灼毒 上瘀于脑子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人呢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不可思议 就问我啊 说这是真的吗 随着临床经验增多呀 我们会发现 有一部分的患者 他是因为脾胃的吸收不好 这是根本 常年日久 从而形成了脑梗 比如说 这样一位患者啊 脑梗七年的时间了 他的症状呢 就是半边的身体麻木 语言不利 特别明显的表现出了脾胃不和 舌苔特别厚腻 这种情况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以后呢 症状明显改善 而这调理的原因里边 主要就调和了他的脾胃 为什么说胃里边有灼毒 就会导致身体脑梗的出现呢 内经里边说 中胶曲之变化是胃血 那我们中胶脾胃的功能 如果功能下降了 你的血的成分就有变了 俗话说 这血就不干净了 那血循环不好了呢 堵住了脑 那就成为了脑梗 现代人的生活条件都是好的 饮食呢 没有节制 所以胡吃海塞啊 大油大腻啊 就会导致脾胃功能的失调 人体新陈代谢 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如果人体排毒系统功能正常的话 代谢物可以通过大小便排出 而你呢 又熬夜 让身体里边正在排毒的夜间时间 不能正常工作 这身体里边的排毒的系统功能就紊乱了 这些垃圾就会随着血液流动 到了脑就成为脑梗 脑呢 为原神之府 原神不能正常的工作 体现出来神志不清 口眼歪斜 流口水 这些现象 所以解决一部分脑梗的问题 就从胃来下手 把胃中的这些灼毒清理掉了 血液也就干净了 治疗上面呢 主要是以健脾胃 清灼毒 活血化于行气为主 这样呢 就可以使血中的垃圾被清洗干净 脑子就舒服了 随之而来的身体的症状也就减轻了 这些垃圾被清洗干净了